就是只有到0.999,但是会等于0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 它的大概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过这时候你会发现英文很重要 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 Java里面所有的说明其实你都看得懂 因为每一个方法只要点下去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那即便是比如说其他的你不知道 其他的方法你不知道它没关系 你又不要把它放上去 放在这个上面的话 它也会出现它这个方法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Java的话 特别注意一定要善用这些相关的说明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用random random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要产生1到42的数字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乘上多少呢 乘上42 那你想说老师那乘上42的话 这个时候会产生哪个范围的数字呢 乘上42有没有 它最小是多少 最小是0 对不对 所以0乘上42多少 还是0 对不对 那最大多少 0.999 0.999 对不对 然后一乘的话 再乘上42 最大绝对不可能 等于42 就是最大应该是41.999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产生 对吧 1到42的话 我必须要怎么样 加上1 加上1之后的话呢 因为它最小是0 加1之后的话 那它就是多少 1到42.999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42后面的小数点去掉的话 我们有个方法 就是呢 在前面 结束一下 在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强制转型 这个就是一个强制转型 什么样 就是我强制把原来有小数点 强制转换为整数 那你强制转换为整数的话 它会把小数点去掉 所以最后的话会变成1到42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要产生乱数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叫mess.run等 然后呢 你乘上多少 其实你将来如果会用到多少都多少 你可以讲 后面其实就是初值值 在前面这个就是什么 结束值 你可以这样记 也可以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结果的乱数 丢给前面 丢给前面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第三个动作就要输出结果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地方 system.out 那system.out 就是主控台上面 然后帮我怎么样呢 print出去 print出去什么 第几个号码 那第几个号码 这边注意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i从0开始 所以如果你i没有加1的话 就会从第0个号码开始 就错了 所以必须把它加1个号码 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判断呢 因为 进去 第二个号码